大家好,我是阿费 现在是晚上时间 我今天下午把楼下花坛在里整理了一下 然后把那个狗放在里了 把楼上的两个狗已经接下来了 因为忙起来嘛,也没时间拍视频 明天的话可以带大家看一下 现在天不是黑了吗,对吧 然后就是那只白狗的话 看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我怀疑是不是快得细小了 这是我个人猜测 然后这时间差不多了 明天带着他俩去那个刚好嘛 也到打第二针疫苗的时候嘛 明天带他俩去打一下针嘛 到时候问一下那个医生 到时候再检测一下到底是咋回事啊 那个白狗感觉越来越虚弱了 感觉那个身体 今天的话也没有吃很多东西 就吃了一点点 吃那个狗粮一粒一粒在嚼的 根据我的经验的话 就可能他身体哪里出问题了 出问题了 然后这个月对吧 我平均下来有两个半 对吧 三个对吧 也就是平常的三倍的量啊 但是大家没有嫌弃啊 一直也在坚持在看 然后就特别的感谢吧 特别感谢 本来以为我说我发的量 对吧 三万份发的量是以前的三倍 但是我以为收录也会三倍怎么样 其实我去才是之前的一点五倍吧 之前我不是跟大家讲过吗 我之前一个月赚三千块钱左右 对吧 然后这个月我估计差不多 最后到月底的话 也就是四千出头对吧 四千多啊 然后 这个月的话花销太大了 这个月花销的话就 给那几只狗看病了 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 对吧 我自己又换电瓶 反正就加起来 咋鸡咋巴的 花了快两千块钱了 突然感觉好像 突然就感觉压力非常大 就感觉 就感觉不知道怎么说 这种感觉 四千多块钱又减去两千 因为我平常的话 每个月花销很小的 我每个月之前 我狗不生病啊 不打疫苗 不说这些东西的话 我每个月就才花三百多块钱 对吧 就是每天十块钱 对吧 在农村嘛 对吧 没想到我本来想着这个月 能够多赚点钱 对吧 然后多存点钱 然后就到今年的夏天 对吧 能够凑一个首付吗 对吧 到时候提一辆小车嘛 对吧 然后到时候可以出门拍视频嘛 对吧 因为自己一个人在农村待着 待的时间久了 也确实说实话 一方面照顾他们 也非常的累 对吧 也非常的忙 自己的心理压力也挺大的 说实话 另一方面就是 真的想出去转一下 出去看一下 就是这样 但是我突然发现 哇 现实和想象真的 真的差距 感觉好像很大一样 我说我这么努力了 怎么转的还不剩上个月多呢 你看上个月的话 对吧 嗯 赚三千多块钱吧 除了吃喝 对吧 上个月还好 对吧 上个月过年就不提了 就说一月份 对吧 出去吃喝 对吧 三四百块钱 对吧 那我还剩个 对吧 两千 两千五 两千六 对不对 你这个月 好像剩的还不如 不如那个时候 就很郁闷 唉 唉 就跟聊聊天啊 吐吐槽啊 没有别的意思 明天的话 到时候去带那个小白 去看一下 对吧 如果没有太大问题的话 对吧 把他俩的第二针疫苗 打上去 对吧 因为钱已经给过了吧 两百四十块钱吗 对吧 第一回打针的时候 我直接给 给那个医生了吧 二百四 他们俩的 每只狗 各四针吗 对吧 明天带他们去打 第二针 对吧 顺便给那个小白检查一下 嗯 真的要好好想一下了 对吧 我觉得我不知道 大家喜不喜欢 看我拍的视频 对吧 我因为我记录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记录 记录的好不好 对吧 拍的好不好 对吧 大家喜不喜欢 就是这样 因为我不太会去伪装 然后也不太会去 哎呀 说的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高大上的那些东西 对吧 就有的时候嘴里面也会说脏话 或者是也会抱怨 希望大家能够 也我也不希望你能够理解 对吧 因为你在一直在看我视频的话 我估计你也习惯了 对吧 还是说跟大家说一下 谢谢你的包容吧 对吧 你不是理解 你已经是包容我了 对吧 就是谢谢啊 真的非常非常不努力 不容易啊 但是还是要加油 对不对 还是要加油 相信一切会越来越好 对吧 相信会好起来的 对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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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